國際焦點帶來關心到 是俄烏戰場上目前的最新發展 而最新的發展是俄羅斯 在持續對這個烏克蘭發動更猛烈的攻擊 而從圖片上你也看到整個民宅的屋頂 應該說這個建築的屋頂也全部被飛彈給打穿了 就在7月8號這一天呢 俄羅斯軍隊發射了38枚的飛彈 雖然說烏克蘭的防空系統攔截了30枚 但是呢沒有攔截到的飛彈還有攻擊 還是依舊造成當地非常嚴重的傷亡 至少造成了41人死亡 還有50個民宅因此受損 但是呢在這一次攻擊的目標當中 有一件事特別受到國際的譴責跟矚目 就是烏克蘭最大的兒童醫院 在這一次也變成了飛彈攻擊的目標 這個醫院呢就在基輔 基輔的奧馬迪特兒童醫院 他遭到一枚飛彈擊中 而且在當地也造成了非常多人的死亡 至少4死起跳 而且很多的兒童在裡頭 當然都是在受到救治 有的在洗腎 就是有的正在開心臟手術 沒有想到就在他們接受治療的過程當中 這個飛彈無預警的打到了醫院 當然也讓這個醫療人員 還有這些正在接受治療的兒童呢 受到了非常大的損傷跟損害 大概從圖片上來看到 這一個病房裡頭也幾乎變成了廢墟 所以說在國際上也有非常高 而且非常大的譴責聲浪 但是現在俄烏狀況到底有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困境其實這個戰爭打了兩年多了 雙方依舊是僵持不下 或許這個北約的峰會 現在在美國的華盛頓舉辦當中 優先要討論的當然就是要如何援助烏克蘭 尤其在現在喔 北約邁入了第75年 甚至在這個會前 美國總統Joe Biden就告訴大家了 他們對烏克蘭的支持是堅不可摧 所以外界也在解讀說 其實或許在這次的峰會當中 烏克蘭可以拿到更多的軍援 甚至有加碼可能 再來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是跟白俄羅斯聯手展開 這個聯合演續 這個演續的名字叫做 雄英突擊2024陸軍的聯合訓練 但是這一次的位子 非常具有挑釁的意味 因為就選在了波蘭邊界 距離波蘭只有短短的5公里 而且距離烏克蘭也有50公里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到這麼近的距離 其實舉辦了聯合軍演 當然挑釁的意味是非常濃厚的 再來我們來看到的是俄羅斯跟朝鮮的部分 北韓跟俄羅斯在之前簽訂了軍事協議 而現在似乎把這樣的軍事協議 再度的向上提升 而且加深交流 他們派出了軍事訓練的合作使節 到了俄羅斯進行交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現在北約雖然聯合起來 希望可以力挺烏克蘭 但是中國大陸還有俄羅斯相關的聯盟 似乎也端出他們的肌肉 希望可以與之抗衡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 以現在的國際態勢來說 這個歐盟的輪子國 希望力的總理奧班 則是展開了這個俄烏的和平之旅 雖然說過去大家想到希望力 都會覺得他跟俄羅斯走得蠻近 他要如何實力促成所謂的俄烏和平呢 他會輪流走訪了烏克蘭 俄羅斯還有中國大陸 目的當然是希望可以促成停火 俄羅斯又對烏克蘭進行猛烈空襲 週一共發射了40枚飛彈 烏軍攔截了30枚 這波攻擊至少造成40人死亡 其中一枚擊中擊斧兒童醫院 一名母親抱著女兒逃出醫院 小女孩的手上還插著導管 我們在這裏 5個小時都還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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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轟炸行動前一天 歐盟輪殖國 匈牙利總理奧班 不顧其他歐盟國家的反對 堅持訪問俄羅斯 並與總統普清會面 兩人就俄烏停火 進行討論 普清也善用這一次的宣傳平臺 痛批西方資助烏克蘭 並指烏國總統 使用責倫斯基根本無意停戰 奧班的和平之旅 下一站抵達中國 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進行會談 奧班認為中國在俄烏和平協議中 具有關鍵力量 也是他訪中的主要目的 北約峰會9號 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召開 三天之前 中國軍隊前往白俄羅斯 進行聯合軍演 在離北約東義戰線 波蘭邊界不到5公里的地方 對北約發出了不太友善的訊號 今年也是北約成立75週年紀念 這次峰會的焦點 檯面上仍然是援助烏克蘭抗俄 但檯面下還有一個議題 就是美國總統拜登的試任性 許多歐盟外交人員不會言 拜登的辯論會表現 讓他們很憂心 拜登這一次在峰會的表現 也備受關注 壓力肯定不小 白宮駁斥外界的揣測 說拜登需要向盟友保證 自己還能當總統 北約國家大多不樂見川普當選 憂心他反北約和不支持烏克蘭的立場 匈牙利總理奧班是例外 他是川普的支持者 今年3月他還前往海湖莊園與川普會面 在接受德國媒體專訪時 他表態支持川普競選2024總統 並期待他當選 他是一名工業人 他是一名工業人 他有一名工業人 他有各種的方法 我相信這會有好處 世界政策 別忘了他是平民主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也將出席峰會 不過北約事先已經告知他 會議中不會討論同意烏克蘭入會的時間 但北約聯合公報的草稿中已經寫明 烏克蘭入會是不可逆轉之事 北約峰會期間普京的外交動作頻頻 前腳剛送走匈牙利總理奧班 接著就迎接印度總理莫迪來訪 兩人先進行非正式會談 逛花園和參觀馬舊 9號兩國將進行領袖會談 就印二間的貿易不平衡 以及釋放捲入烏二戰爭的 印度公民等議題交換意見 TVBS新聞總和報導 再來我們來關心到年底的重頭戲 當然還是2024的美選 但是在辯論之後 其實很多人對這場美選 似乎已經覺得勝負以地 但是川普本人怎麼看這一次的辯論 他也接受了電視的專訪 他說這是一個奇怪的辯論職業 而且他其實用他一貫的手法再度重申 他對拜登的印象 就是他非常的虛弱 聲音虛弱之外 回答的部分也是沒有意義的 甚至他還點名到了杭特 才是在背後做主的人 而且他也認為說 正因為杭特在背後做主 而且他的家人在當中 對權力的戀戰 所以他認為說 拜登真的要退選很難 但是如果真的要退選的話 他認為說 推出的人選會是賀錦麗 如果真的拜登退選的話 賀錦麗是很有可能出現的 但是看到這邊你很好奇說 或許川普他本人的副手是什麼樣的身份 不知道他自己決定了沒 他說他還沒決定 但是他會在下個星期的共和黨大會 跟大家說明他的搭檔選擇 而目前可能的名單有哪些 包括參議員盧比歐萬斯跟史考特 以及北達科他州的州長諾姆都有可能 但是華爾街日報就說了 應該會找這種有經驗的人 所以說點名了 包括是維吉尼亞州的州長 以及前國務卿龐佩奧 大家對龐佩奧應該蠻熟悉的 因為他本身的立場是非常友台 但是未來共和黨到底跟 如果真的川普當選的話 共和黨跟台灣 會維持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我們先從這個來看看端倪 就是共和黨也公布了2024年的黨綱草案 包括在這一次的草案當中 有一個非常大的傾向 就是重內政而親外交 主要是以內政為主 包括他們提到的經濟問題 像通膨啦 或者是移民問題 邊境的問題 也都是在裡頭有提到 而且蝙蝠高達16頁 但是以中國大陸跟台灣的部分來說 其實他們是要求為了保護當地勞工 是要取消中國道德最惠國待遇 而且針對台灣的部分 在這一次非常特別是沒有看到 在台灣的立場的宣示 而且呢也是1979年斷交以來的第一次看到 甚至呢其實從過去的這個黨綱來看到 包括在2016年跟2020年 這兩個對台灣來說相對比較緊繃的年份 都是有提到台灣 而且提到台灣關係法 在這一次在2024年的黨綱草案當中 卻沒有看到對台灣立場的宣示 而且剛剛我們提到 要求取消中國道德最惠國待遇 只是希望他們希望可以保持這個 戰略上的獨立系跟正一下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 是以美國總統Joe Biden 目前陷入到一個非常困窘的狀態 就是他到底要不要退選 以目前他自己的最新聲明來說 他還是堅持不對要選到底 但是呢接下來非常重要的場合 剛剛也提到了 就是在華府舉行的北約峰會 各國領袖其實也都在看他的表現 還有他的臨場反應 揮舞藍黃國旗 吶喊譴責俄羅斯 美國白宮外出現挺烏克蘭的團體 他們希望即將到來的北約峰會 領袖們能聽到他們的聲音 不遠處工作人員豎其路障與柵欄 加強維安 第75屆北約峰會 即將在美國時間9號登場 這也是拜登在退選壓力之中 向國際盟友證明自己的最後機會 說是機會其實也是考驗 因為北約許多盟友已經開始擔心 萬一川普重掌白宮 美國對北約和烏克蘭的承諾 還會不會繼續 面對種種質疑 白宮依舊認為 北約盟友堅定的支持拜登 拜登本人則是在週一寫了長達兩頁的信給民主黨國會議員 除了再次強調競選到底 也呼籲黨內應該團結來達成打敗川普的共同目標 只是民主黨內希望拜登退選的眾議員已經增加到10人 年底要參選的候選人更有過半希望換敗 隨著參眾議員結束國慶假期陸續回到華府 拜登在未來一週要面臨的壓力恐怕只會更大 拜登堅持選到底也等於從現在一直到投票日 他的言行他的狀態都會被一再檢視 而這可能削弱他希望聚焦在對抗川普上 TVBS新聞佳輝美國華府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